昨天在台中 这个侯康炸裂了台中 尤其加上卢顺健市长的一席化 网友大赞 这个为侯康来说是非常大的加分效果 好这个画面呢 就是昨天侯康在台中乌日高铁站旁 那么看到了现场聚集非常多的支持者 喊破了破十万人到场来支持 大家都挥舞着国旗 好气氛非常的热络 好那周末呢 好在高雄是十二万人 那昨天在台中十万人 好我们看到卢顺健他说什么 他说侯康当选以后呢 会成立联合政府 好我们会邀请其他的在野党 来成立联合政府 所以呢我要抛砖引玉 不进入内阁 不会接隔魁 好讲了这样的一席化 那侯友宜他说 我侯友宜仅以致诚 向全国的人民来宣誓 我必定呢来终止滥权黑箱 除币反摊 坚持公开透明 铁面无私 还政府清廉 必定呢会来捍卫司法独立 回复特征 杜绝政治干扰 重现青天 还法庭正义 好那赵康继续说 民进党啊听不到人民跟基层的声音 因为绝对的权利使人绝对腐化 只有和平的环境才能够让经济稳定发展 如果说台湾的前途不稳定 不要说外国资金不进来 不愿意进来了 好连台湾的资金都要跑掉了 那当总统如果呢不顾和平 就不配当总统 这场选举是决定着台湾未来 到底是战争还是和平 好政府到底会是清廉的 还是贪补的呢 好我们当然来看到了这个人气王 这个韩国瑜他说 民进党呢赖清德这个黄金周嘛 上礼拜天选择在高雄办造势活动 那可是啊就没有谈到 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反而就把宝贵的时间 就浪费在我这个又老又秃的人身上 从后到尾呢只骂韩国瑜 好骂了我六次哦 一直提到我 提到我说什么我进到立法院呢 当立法院长会怎样怎样 感觉好像就是韩国瑜要选总统一样 那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到底呢你们是太怀念 还是太害怕韩国瑜啊 如果赖清德怕韩国瑜 那因为呢他不断在批评 民进党的贪污腐败太过严重 好所以啊他就说 如果这个民进党 民主进步党改成贪污进步党 那我就会去投这个赖清德一票 好我们看到呢 昨天在台中的这场造势的场合 破了十万人到场 尤其呢这个卢瑟专市长 在台上他就讲啊 如果侯康当选他说自己是不会接隔魁 也不会进入到内阁的 除了呢要继续来守护台中之外 还要把人事留给未来朝野合作跟团结的空间 因此他呼吁选民要集中选票投给侯康 我们来看昨天的造势现场 各位好朋友 如果侯康当选 卢秀燕在这边宣布 我不会担任行政院长 我也不会进入内阁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宣布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妈妈要继续留在家 中部地区要在等大人 我们要继续加强建设 我们要守护乡亲 所以我会留在中部地区 陪伴我们的城市成长 照顾大家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更重要 因为这次总统如果要赢 在野政党一定要合作 一定要团结 一定要联合 对不对 所以剩下五天 我们要合作 我们要团结 拜托大家把选票 集中支持侯康 侯康当选以后 会成立联合政府 我们会邀请其他的在野党 成立联合政府 所以我抛砖引玉 不进入内阁 不会接隔魁 因为我们要让侯友宜 赵少康 有更大的人事空间 跟其他的在野党合作 好不好 赵少康 好 好 各位问一下施老师 刚应该有听到了 这个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喊出 说如果侯康当选呢 他也不会接隔魁 不会入阁 要让侯怡跟赵少康 有更大的人事空间 来组成联合政府 好 刚刚看到呢 大家 这个都非常的激动 那老师不知道觉得 好 这个市长卢秀燕 他的声明 能不能够为侯康来大加分 蓝莹的士气可能又往上冲高呢 让卢市长 讲的相当的得体 他就需要留在台中市的建设做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应该要让侯康 选上了以后 有更大的人事安排的空间 那当然表示说 应该是有人在敲边虎 那他就是尽切不明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这个国民党 从年初以来的内部整合 就是说 本土栏 然后呢 九肉共识结合的知识栏 然后呢 当然呢 我们知道韩国瑜 这个战斗栏 韩本这个部分 那基本上 这三大板块 都已经 这个 差不多成型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 如果说要卢瀟源去接行政院长 除了说对于台中市民的这个连任以来的这个答应的这个以外呢 那这也牵涉到说那个位置他到底能做多少事情 那我们知道说因为目前因为这个行政院长他不是国会同意的 那所以呢 有时候呢 你其实没有事情 万一发生了大事的时候 他必须要下台啊 那这就是他已经进退两难了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他目前办好这种树核的角色 大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条啊咖 的这样子 我觉得他应该是够了 那当然接下来就是说 那到底未来的这个位置里面 我们知道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联合内阁当然到底是要一个部位的首长 还是要行政院长呢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说行政院长这个位置是不是要给KP呢 但是KP看起来他不想当行政院长 他比较好像比较像比较喜欢当这个财政部长 或者是NCC的主委那种感觉 或者是监察院长啊 所以那个位置虚位以待是有谁呢 我的判断好了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 因为郭董这个经济栏这块 是最后一块拼图了 当然民进党最近在处理他的这个寒蟬效应 他的这个帮他联署的这些地方的人事了 那当时最后这块 郭台铭这块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目前是虚位以待啦 我的感觉应该比较不像是KP啦 因为他要选总统嘛 应该看起来是要给郭台铭的这个样子 但郭台铭是不是愿意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